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彭丽 我热成于困难的地区 寻找高速公路 桥连 隧道的最佳的建设方案 我身后的这个路就是雅西高速公路 这条路叫做天路 等下我和大家一起看为什么叫做天路 整个雅西高速公路全长有240公里 投资达到了206亿人民币 全线有270座桥 整个有25座隧道 隧道长度达到了41公里长 那么为了车辆的运行安全 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新的科技 新的材料 新的方法 我们设计了连续51公里 以百分之三的震破 是中国发生的一个世界上最长的连续政策 我们在这里面打了一个隧道 这个隧道整根长度有4公里 埋伸1650米 是中国西南地区埋伸最深也是最长的一座隧道 我们还特别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悬螺旋隧道 来改善这个根路的安全性能 同时一个私程人员更好的驾程体验 像捷豹XJ这样优秀的车型 那么因为它有专门的驾驶人员 所以坐在这样的车上的人 它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平稳的安静的舒适的一种驾程的体验 考虑了像捷豹XJ这样优秀车辆的形式的要求 这个项目原先经过的也是中国地震烈度非常高的地区 如何让这条高速公路在地震的下面能够安全地使用 这里面使用了大量的先进的技术 这个项目刚刚通测的二年又发生了亚安地震 这个亚安地震是个七级地震 地震的烈度也非常大 但是我们这条高速公路一直在安全地使用 因为亚西高速公路建成以后 从成都到西藏整个运行时间呢 成以前的十多个小时 缩短到四个小时 再来到这条高速公路上 一定能够行出到周边的风景 同时心情愉快地走过这条高速公路 本集完 rounding 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 一次壳点见 这样子曹大